我是大肥 由9月19日至中秋節期間 樊上網台購買冰皮貓山王月餅 實價兩盒372元 如果之前在網上或者尼臨網台 買了冰皮貓山王月餅的話 只要有單或者我有你的資料的話 額外保送D24榴槤 糯米池一盒10粒 希望大家踴躍一點過來 因為真的臨近階節 我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開心一點 愉快一點的貓山王中秋節 拜拜 來到第二節了吧 今次這套電影 真是熱到爆 你也知道我和你看電影的品味 大家都幾極端的 應該是很少的 大家可以一起喜歡 這套竟然大家都喜歡 看完是 我猜不到這麼好看 因為我期望很老實說 不是很大的 但這套看完我 是平逢不到的 因為我記得我跟你說過 你都不要用某一個心態去看這套 平常心去看 我想都會好很多 其實 這裡在講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 真的很厲害 這套已經是 我想近一陣子 優先場的電影 都爆到滿堂紅的一套 除了出馬特工隊 和打死不離三婦女之外 就是這一套 這套真的爆得很厲害 這套我見到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 是啊 還有他在韓國的票房都非常厲害 因為今年暑假有一套軍艦 一開話就在世 但其實最… 打沉了給他 對 最後埋單 被迪士打沉了 哎呀 為什麼 他的入場人次只有六百多萬 但逆權司機就成為2017年第一部 過了千萬入場人次 哎呀 所以是最厲害的 軍艦沉了 就是軍艦後勁不計 哎呀 真的慘 他票房目前僅次於 黃的男人和官相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再破 應該還在做 應該還可以再上 因為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南韓人 我相信這一類的題材 會非常激動 還有其實之前也好像有 不少這一類的電影 逆權大狀 逆權司拉 香港成為一個逆權的三部曲 最後又製作一套叫做什麼 無聲立喊 還有電影節有一套叫做 《來自三星的孩子》 這套我沒有看 都是這些不公義的東西 但問題之前那套逆權和這個逆權 又是不同公司 又用逆權這個名字 已經變了一個代名詞 對 等於Woodie Allen 就是這個情文都差不差 那說回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 其實都要簡單講一講歷史的背景 其實我看之前 其實有很多戲都是講光州事件 之前看很多南韓片都有提及過 其實《逆權大狀》 我沒有記錯 背景都是那段時期的 好像是那段時期 還有以前李滄東那套《博和堂》 《博和堂》 也是講光州事件 但其實那些全部都可能 用一個背景去包裝 不會直接描述那件事發生什麼事 但這一套就真的很完整 整個故事發生在那個時期 但這套戲就沒有交代前因後果 其實那兩個字 我懷不知是否香港配上去 因為他沒有韓國的 一開場就介紹過背景 我懷不知是否香港只配上去 但我懷疑他可能有一段時間 但只不過是 因為他沒有韓文 那也不知 不如也可能是介紹的 因為到最後他都有再介紹 但還是沒有韓文 沒錯 但又有音樂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小弟都… 因為他散場的時候 我看邱仙祥的時候 散場有個歷史的一些座談會 我也是看邱仙祥但我沒有 那你不看我那一場 算了 我想先看 我看那一場 他找了一個韓國的一些學者 我聽完那個歷史的講座 再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戴個頭盔先 如果有錯誤就不要插謀 上網看一看 其實這個光州事件 也有名叫做光州的民主化運動 也叫做五一八事件 因為它是在當年 1980年5月18日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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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背景是怎樣呢 因為他70年左右 其實是 南韓一直是一個獨裁的統治 直到1979年的時候 當時的總統金載貴被殺了 實施了一個全國戒嚴 兩個月之後 當時的國軍保安部 兼陸軍少將全斗煥 就用一個軍事政變上台 1980年5月17日 即是這件事件發生之前那一天 就是一部電影開始的時候 就是主角剛剛開車 上海後就開車 是的 那時候實施了一個 全國更大的戒嚴 很多地方都有 市民去示威 想去撤銷戒嚴令 以及要求全斗煥就下台 那部電影裡面 也有交代到這一段情節 也有 因為就是主角開車開頭 被人撞爆了那個倒後鏡 還要主角說 這班有書不讀 你走來示威 最主要是阻止他做生意 這是重點 因為我當天聽話的時候 那個人就說 其實他當時的示威 就叫做首爾之春 或漢城之春 就是他們在漢城那邊 首爾之前叫漢城 那部電影都跟回 漢城 就是漢城之春 那時候那些人都在示威 但是沒有去到光州那邊那麼厲害 因為光州在南韓來說 比較南部 就叫做距離政治的核心 遠一點 遠一點和窮一點 還有他們所想的思想 民主思想那些是比較激烈一點的 還有他們想的事情可能很自由 做了才算 都叫做不怕死的 所以他們有超過三萬名的群眾 當時就不斷在示威 這裏就是套戲的重點 就是兩位主角在光州裏面所見到的很多事 當時他們怎樣呢 就禁止殺所有的政治活動 封鎖了整個光州 最後就派了一些空降部隊 暴兵去到鎮壓 亦都切斷了很多通訊 甚至是沒有電視台報導 可能歪曲了那段事 套戲裏面都有交代這些情節 因為他切斷了所有通訊設備 令到對外方面都完全不知發生什麼事 他為了要妖魔化這班學生 就叫他們共產黨 就是一套戲裏面的所謂的軍官 都經常說 死共產黨快點離開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以前南北韓 當然現在關係不是很大 但以前的一些衝突更加厲害 如果他們叫他們共產黨 可能有些話 他們會不會北韓來搞事叛亂 到最後全斗換 甚至實施一些用實彈的武力鎮壓 這套戲之後 我再看一看 原來這套戲 現實是最後派了坦克車入場清場 根本是六四 但這套戲發生的時間 其實只不過兩天一夜 後面那些都沒有說到 去到後期 民眾甚至要走入警局 搶武器去反抗 這就是這套戲後面所發生的事 好了 講完背景 這套戲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男主角金四福 他是一個的士司機 就像剛才所說的背景 他在首爾駕駛車 經常說 為什麼這些人在佼佼鎮 又不好去讀書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比較試賄的人 其實他也是實事求是 為了賺錢 比較市井 其實跟宋康浩在《逸權大狀》的感覺 其實宋康浩演出這些 因為《逸權大狀》之前也是說 他是見錢爛開的 有一天就說他吃飯 聽到有一個大生意 有個傻佬又包了一輛車走到光州 名單是鬼佬 這個鬼佬 又包了一輛車去光州 總之一不大數 忘記了 一個金額 一百萬 10萬 10萬 二話不說 又載這個鬼佬 PETER 就落到光州 其實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做什麼 有錢就沒理由不賺 開始進去 去到光州 就發覺 為何要封鎖 他又坐著 又被他傻傻傻 被他成功衝進去 其實我一開始還可以 有些喜劇的 讓他進去 發覺裡面 原來發生另一些事 我剛才所說 全斗煥 封鎖了光州 就開始有些示威 即是新聞封鎖了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最初進去都不太關心 快點再回那個鬼佬 我收了一筆美數 最重要是拿錢 漸漸他開始跟光州的市民 和其中的學生有一點互動 就開始明白到他們的感受 即是由他開始 本來對那幫學生很憎恨 就開始突然了解他們 即是好像所謂 生與亂世有種責任 入到他開始發覺自己都應該做些事 就決定跟這幫人一起去 共同進退 重點就是因為他要載回那個鬼佬 因為那個鬼佬在裡面 那個鬼佬是記者 他就想報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因為其實全部消息封鎖 就要靠他載那個鬼佬出去 跟外界去公佈這件事 後面都幾緊張 都不說了 後面真的幾緊張 其實我覺得看的時候 不多不少 我都想起以前小時候看電視 看六四時的片段 即是真的你要去報道一件事件的時候 其實個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還有躲在一些很安全的地方 去報道這件事 即是你看著下面原來發生這些事 即是馬上去勾起這件事也好 但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有沒有印象 六四那時候我還沒有印象 但我當然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整件事根本是一個六四的翻版 沒有那麼大型 六四大型 我沒有猜到它會發生成這樣 我初來就這樣試 但我沒有想到它真的變了這麼多人命傷亡 而且都幾慘烈 是呀 還有看完之後 第一一下 是個心很up的 即是你不會 即是你會覺得這一套戲 其實是會 即是有很多反思的空間 但其實反思得來 你又會想很多事情 即是原來 原來講的是 三十至四十年前的事 即是原來 現在勾起出來 其實影響也是這麼大 是呀 還有 因為我不太熟韓國的歷史 我也不知道原來它是去到1987年 才真正有一個民主 即是之前一直都是說獨裁統治 可能是否打完韓戰之後 他自己叫內政都流亂 原來都是一件這麼近的事情 但是 可能大家不太認識 你看完原來是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所以看的時候都幾震衡 是呀 其實都 即是看著這套戲裡面 你都會覺得 原來整件事是 這些在目看著整件事的真相 即是越看越緊張 但是越看越傷心 是的 還有它拍的場面 我覺得都幾精彩 這套我想 你對比起軍艦隊 軍艦隊已經是超級大製作 這套又不可以說是很大製作 其實都不算很多所謂的特技大 是的 但是你會看到很有投入感 尤其是後來 後來越看越緊張 其實我是想起一套 是Argo救生任務 最後那一場我真的想起那一套 緊張那一套 即是入境 準備坐飛機 即是要救他 即是要救他走 即是就好像Argo最後那一場 我們那場 那場飛機場那場真的很害怕 很緊張 這套都給到這種感覺 我是沒有想到 即是你差點說 即是就算大家有什麼政見 甚至可能你支持那些軍政府 但如果你真的差點說 用一套娛樂片的心態 這套其實都真的很緊張 完全沒有過程 真的很緊張 而且我覺得有很多位置 其實整套戲 叫做一場的夜晚戲 那場夜晚戲 即是那場晚間戲 很多轉折位 是很緊張 還有很多位置 是不讓你見到對外的其他光線 即是你一直在跟著他 好像在猜中 其實後面是發生什麼事 即是到最後 即是原來是 OK 即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但到那件事發生了之後 你會是整件事 是很有壓迫感 即是全迫過來 即是完全是 完全是 無法呼吸 那些夜晚景 即是有幾場 即是橫街摘行的追逐戰 即是完全投入了 即是那場戲入面 即是很難形容 即是我不可以 即是我不可以說 即是我不可以說他 即是把一個故事的電影 是用喜不喜歡來形容 即是 即是 當然好看不好看 是另一件事 但你又很難 將一件 這麼深奧的事 你用喜不喜歡去解釋 是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還有撇除了 說它是一套政治片 也好歷史片 其實我幾喜歡 是寫 男主婦寫 宋康浩 那個人物的心理轉變 寫得很棒 其實很簡潔 其實很簡潔 而且這個故事 橫跨了的時空 是兩天一夜的 但你看到它開始 那個變化 由一個 我剛才所說的 好試繪 甚麼都根根計較 而且不在乎 世界發生甚麼事 漸漸是 慢慢 說它怎樣融入了 這個幾乎是災難的 一場運動入面 還有那幫人 彼此之間的互動 還有它跟記者之間的感情 慢慢變化 它是層層遞俊地寫下去 你看到時會很深刻 還有最深刻的其中 有一場說它有內心的轉折 詳細就不爆 但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可以走了 那一場 你可以走 但又不走 它是看著 某些東西 突然 一個很大的人生 其實你可以裝沒事 即是其實它面前已經是返回漢城 是的 還有它好就好就鋪了一個物件 其實你可以跟女兒相互無事 就這樣生活下去 即是錢就拿了 是的 但它最終都要一個人生的抉擇 就是返回頭 還有宋康浩那一場 即是幾個表情已經 在看著很深刻 又緊張又感動 不過其實說回宋康浩 其實他之前剛才所說 他做過一套叫做《逆權大狀》 但因為這一套 專門做一些爆大鑊的電影 但因為這套電影的出現 就被朴槿惟 弄了他做了一個黑名單 即是因為他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提材真的比較敏感 是的 他那一段時間都沒有拍戲 直至前年應該是那套《蜜探》 是的 蜜探 蜜探先出現 蜜探先出現 去年嗎 去年就出現 即是停了一兩年 今年又來了一套《這套今天》出來 他都頗大膽 那不要緊 你又叫好又叫助 即是你講一句 可能少說的一個政府不挺他 整班觀眾都支持他 都是一個挺夠僵的做法 是的 除了他的自己本身性格 他跟記者那種感情很喜歡 因為結局整件事很完美完 他還要多繞一些東西出來 那一段事真的 那一段事真的挺感動 他硬是要你撇點眼力出來的 是的 因為他現實真的是這樣 他現實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 是的 他就再補回 你又知道真實是 有沒有看過那段報道 真實是說其實記者一直都有找他的 但其實金世福 其實好像是載完他之後 沒多久幾年就死了 是的 所以知道 我看的時候也不知道這段新聞 其實已經很感動 但是他再繞 如果我覺得我知道了這段新聞 再看的時候 最後那一刻有一點平行時空 比較美好的結局 繞得是很公佈的 不過他最後也有一個片段 即是說那個記者 真實的片段 真實的片段 因為其實那個記者也是去年死了 其實是在之前 有一個訪問片段 就是說他其實很想見金世福 他本身好像叫金… 他不是叫這個名字 總之金世福是一個假名 總之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這個真名 總之他想找那個司機 但一直都不知道司機叫什麼名 一直都不知道怎樣找到他 所以其實整件事 其實我沒有留意的 因為我看的時候 去到後面 好像他沒有說過他叫什麼名 都沒有的 我沒有留意到 他就是看到某件事 之後就給他名字 金世福 因為可能他那一刻 都不是很想演過 後到尾都沒有說過他叫什麼名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叫做英雄電影 又沒有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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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其實… 無名英雄 無名英雄 真的無名英雄 因為他沒有說過自己的真名 其實對自己的身份 又收藏起來 其實都是一個很令人敬佩的人 我覺得 是的 我覺得最好看的是 他八三分鐘不長 我覺得不長 完全沒有冷場 好看得你從頭到尾可以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一開始的笑位是設計得不錯的 是的 讓你輕鬆一下 然後慢慢入氣 是慢慢慢慢的入氣 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最棒的 就是完全是 根本是很難很難 看完之後很難抽離 是很難平伏 是的 那我們先抽離一下 休息一會 下次回來 好 我們用洗頭水 跟著旁邊那張 就是一個半月後 剛剛我剪回同一個法 同一個光源 同一個闊度 拍的相片 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如果覺得這兩張相片 是真實反映到的 可以來打電話 聯絡我們 訂貨 你吃飽